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事后 日方声称 有一人死于日本医院 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推波助澜 向上海市政府提出道歉 承凶 赔偿 解散抗日团体等四项无礼要求 1月27日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 限定1月28日18时以前 给予满意答复 否则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1月28日 虽然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表示 完全接受日方的四项无礼要求 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三路突袭闸北 攻占天通安车站和上海火车北站 驻护第十九陆军在总指挥蒋光奈 军长蔡廷海指挥下奋起抵抗 128 松户抗战爆发 防守扎北的第156旅同日军展开激动灵活的巷战 经过近一周的战斗粉碎了日军的第一次总攻 2月中旬 日军仍未能越过运造邦尼县 日军的第二次总攻又被粉碎 在发起新的攻势之前 中国军队阵地突然出现了一支 德式装备的精锐部队 这便是张志忠将军主动请英 编组由87、88两师 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而成的第五军 2月20日军发起第三次总攻 庙航击战开始 十九路军沉着应战 经过六昼夜击战 毕生敌三千余人 从而粉碎了日军的第三次总攻 庙航一役 日军震动 第三次更换主帅 二月底上海日军总兵力已增至九万人 军舰八十艘 飞机约三百架 而中国守军经一月普战 总兵力仅有四万余人 且装备落后防线过场 三月一日日军发动第四次总攻 第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孤立武武 撤至太苍加定一线 三月二日日军占领上海 战事结束 松户抗战 敖战三十余日 迫使日军三度增兵 四亿统帅 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 速战速决的企图 五月五日 在英美等列强干预下 日本与国民政府 在上海签订了不平等的 上海停战协定 中国军队失去了 在松户地区的驻军权 十人评价国民政府 先以不援护而误国 今复屈辱签约而丧权